日本人也太不給活路了吧 當場很想互當發展 就是為什麼要跟他講碟子 跟我們好好講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mily 在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談一下 廉價航空公司的機票為什麼便宜呢 首先啊 就是餐點服務就沒有了 你要吃啊 你要喝什麼都吃 你要自己付錢 然後再來呢 飛機上的備品 像是枕頭啊 毛毯啊 這一些 原本你在做船航空公司的時候 他都可以免費拿 那現在呢 你搭聯航就都沒有 比較辛苦的就是空服人員 他們要負責清潔搭掃飛機 他們也沒有在另外聘請清潔人員 所以票價也會相對便宜 那加上呢 你要搭聯航的時候 行李你要自由選擇 要不要託運 如果你要託運就是要另外付費的 在搭聯航的時候 大家的機票就會相對船航空公司便宜 聯航跟一般的船航空公司 還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我覺得其實客人的profile 就是搭乘這些航空公司的客人的 想法跟思維比較不一樣 像我有一個曾經在聯航服務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即便他們聯航很便宜了 還是會碰到那些奇怪的客人 而且可能是小屁孩 或者是很年輕的 然後就跟他說 欸很貴 你們的票兩千多塊 位子還這麼小 而朋友就想說 小姐你很有事欸 就是就甚至已經快比高鐵便宜了 還要有抱怨是怎麼樣 那對於聯航的空服員來說 他們的班型跟傳統航空公司的空服員 比較不一樣 像我以前待的阿聯酋啊 國泰 我們是不是都會去到不同的地方啊 會有很多的過夜班對不對 就是飛過去 然後就會休息啊 停留再回來 可是像聯航的空服員 他們的班型就是比較多來回去多 就是他們就可能去 然後就馬上回來 因為公司為了省錢嘛 那當然可能偶爾還是會有過夜班 可是這個比例就是相對比較不高 也就是你每天去上班呢 基本上當天都能夠回來 那有比較辛苦的狀況 就是會有一些紅眼班 我之前有介紹過紅眼班嘛 就是你可能必須要凌晨出發 然後隔天就再回來 這一種的長的來回 可是聯航我個人就覺得 他其實還蠻適合那種 想要過上班族生活的一些媽媽們 或者是你想要 不想要離家太遠 然後你希望每天都可以回家的這些人 比較像是另類的造酒玩物吧 這樣的工作型態呢 如果你不是想說要飛到很多地方去的人呢 也是一個還蠻適合的工作 然後我自己曾經有一次搭聯航啊 就是我好像也只有搭過那麼一次吧 就是香草航空 他現在已經不見了 我覺得香草航空本地都好可愛喔 我那時候就搭去城田 那我一上飛機 我就發現他的飛機超級可愛 所以他有黃色跟藍色這種很鮮豔的 就是看起來非常Hawaii的顏色 然後他們的組員的制服啊 就是很鮮豔 那你看到那個日本人 就是非常的有禮貌 那當然聯航飛機是很小的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從 訂票啊買票啊 然後我還有付錢 托運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行李這樣子 就是我只一件 那其他東西都是自己來 也是我第一次聯航的處女航這樣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整體搭起來的時候我覺得還蠻舒適的 對我一個女生來講 我是覺得還蠻剛好的 因為他是單走道嘛 座位就會對那些比較提醒比較大的人 或是他就是手長腳長的就會很緊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子排排坐騎在一起嘛 相對一些傳統航空公司 他的位置他是會比較小的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空服員他們就是起飛後 因為像我們就是直接就做服務了嘛 然後我就在觀察說 欸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他們就是一樣會把車子推出來 當然訂餐的客人呢 多半都還是少數啦 比如說我那時候飛高雄跟陳田嘛 那應該是三個多小時吧 你不吃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人他是有事先訂餐的 那他們就要負責趕快去把這些訂餐的客人 熱餐然後端出來給他們 那當然還是要做一些公開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空服員他可能就會推出他的 美食品車或者是餐車 他們推出來 他們會有一個菜單 所以那時候我就特別看了一下機上的菜單 看說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就發現說 上面的菜單也太可愛了吧 你也知道日本的菜單都是那種 畫的超級可愛 然後什麼漢堡拍啊 什麼東西 什麼飯的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這看起來太美味了吧 然後上面就還會寫上多少錢 我就注意到了 在飛機上呢 就有一些人都會去 就一定會點的那種日清泡麵 我發現他們日清泡麵賣的超好 然後就看空服員一直在蒙泡 欸在上面吃東西或者是吃泡麵 會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感受 那那時候我就一直聽到說 現在航空的什麼 奶油餐包很厲害啊 什麼超級好吃啊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是第一次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是後來我才聽到那個 粉絲在跟我訊息說 欸你們有沒有吃 那真的超好吃 然後我覺得你知道 沒吃到就過了 不過我有買它的周邊商品 香彩航空那時候有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賺錢說法 因為你除了可以看吃的東西 還可以看它上面有賣什麼 哪些飛機的周邊 而且它的顏色配色 都非常的鮮豔有活力 所以會讓人家看起來就是 很想購入的那種心情 有小飛機啊 筆記本啊 然後還有一些毯子 喔對了我甚至還買了一個毯子 有點想像說 那個毯子真的有多可愛 假設我們今天搭飛機出去 我就不想要大包小包啊 因為我回程還是會搭他們的嘛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回程再買就好 我記得它是到第三行下吧 因為聯航全部都集中在那邊 那我印象很深是 我走下去樓梯的時候 有一個超可愛的空姐 然後戴著大大的手套 跟我們大家說 再見這樣掰掰 就好可愛喔 連航整個氛圍都是讓人家覺得很輕鬆愉悅 即便你花的沒有非常多錢 可是你還是可以體會到一個非常用心的服務 所以我那時候到了第三行下 我才發現 日本人也太不給活路了吧 他們在賣伴手禮實在是 非常的用心 你看得到的東西全部都是伴手禮 所以我一進到第三行下的時候 就發現哇塞 香港公司的周邊 如排山倒海而來 喔又再次的淪陷 那我還是要跟自己這樣說 先不要買 先看好要買什麼 我們回程再買這樣子 連航雖然他用很便宜的票價賣你機票 可是其他的東西就是還是會賺你的錢這樣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有一些在連航工作的朋友啊 他常會跟我分享說就是 講話不好好講的客人啊 或者是很愛抱怨的一些奧客 像曾經就有碰過一個女生 然後用娃娃音 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要把拱拱跟我們分開 然後我的朋友就這樣 請問誰是拱拱 誰是拱拱啊 然後我的朋友就當場很想互動發展 就是為什麼要跟他講碟字 跟我們好好講話 還有曾經另外一個客人也是 我覺得他們應該就是同一派的吧 就是喜歡用碟字的 就是他就跟我的朋友講說 請問可以給我小貝貝嗎 我的朋友就講說 請問誰是小貝貝 就是貝貝啊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那是什麼 就是貓毯啦 我的朋友就已經是 一肚子活潑要冒上來想說 那你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講貓毯 像是這樣的客人呢 也常常就是 一直不斷的在激怒空飛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好好搭飛機 好好講話 盡量不要用碟字 連小孩子都不喜歡你用碟字的人 他可能轉過身後就是會 其實如果你問我說大飛機比較喜歡 大連航或者是說穿了航空公司 因為畢竟我的經驗就是那麼一次 可是你知道嗎 在歐洲啊 像連航都可以撿很多便宜的機票 比如說像威寧西班牙的 他你從倫敦飛巴塞爾 他可能很便宜 他有時候你搶到大概是30歐左右 30歐大概就是1000多塊 他就是比高鐵這樣台北高雄 還要來的便宜 歐洲或者是國外 大家都是非常習慣 用連航再達成去臨近的國家 玩的 尤其是如果行李不是很多的人 我覺得連航倒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傳統航空公司的話 也是有很多的好處啦 因為他可以幫你的行李嘛 但是當他幫你行李的時候 客人又開始要再凹那個行李的公斤數 這個就是人的一些劣根性 當你買了傳統航空公司的機票 然後他已經給你 比如說23公斤 然後你常常都要撞到30公斤 可是你今天要搭到連航的時候 你連1公斤他都是要算你錢的 當你要真的付錢的時候 你其實才會痛 地勤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他常常在櫃檯那邊 就是要請大家你知道付錢 就是因為那個行李都常常操縱 他就會碰到一個 拿美工護照的台灣人 一上櫃檯呢 因為他秤重了 就開始灌他米堂 他就跟他講說 喔小姐 請問你是用什麼化妝品呢 看起來好漂亮 他說我沒化妝 然後接著他就問他說 喔那你用什麼保養品 我說我沒保養 接著他就說 欸你早上用什麼洗臉 我朋友就想說 就面無表情跟他講 水 接著客人就講說 喔難怪你這麼漂亮喔 喔真的是好美喔 然後我的朋友就是淡淡的說 謝謝 你的行李一共超重13公斤 總共是5500塊 其實你是刷卡還是負寫 哈哈 客人呢 這一招還是不管用的 你不管是怎麼樣去灌地勤米堂 該付的還是要付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的航空小知識 如果你有任何想知道的航空書 或者是專業知識 都歡迎留言在這個影片下面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